一格又一格太陽能光電模組 这里是水泥大厂台泥发展绿能的秘密武器 电力对于工厂运转好比于离不开水 为了不缺电大型企业只好节能再开源 电的问题不是一个是非题 是一个做问题 所以说不是说对还是不对 缺电的问题我想这个 当然担心 但是我们实在不是很清楚 到底我们缺电会到什么地步 9月份的时候台电必须提出 它的供电稳定 你不要只有说你钱不够的时候 要提高电费 电价飙涨已成定局 但企业更担心的是供电稳不稳定 虽然政府挂保证不会缺电 但美国跟欧洲商会都对供电稳定 打上问号 就连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也曾坦言 容易跳电是目前现象 因为看看台电数据 28号的用电尖峰达到了3930万千瓦 供电灯号亮出供电吃紧黄灯 预估今年7月单日用电量 尖峰负载恐怕飙破4000万千瓦 政府势必得想出解放做好稳定供电 否则逼得企业不得不出走 有些产业它可能短期间也没有办法 吃得下来15%的电 很大可能接近上亿的影响 对我们的那个营收会不会影响 当然会影响 从今年一直到2027年 实际上的倍转容量力 夏天的倍转容量力是低6%的 夏天的日间会停 晚上更会停 替代核电的这个电源上不来 就怕电力又贵又不稳定 企业也得自力自强 从除能设备再生能源下手 坚守可能缺电的影响 但政府必须正视企业界的忧虑 修正能源政策 否则势必引爆企业外资出走危机 环宇新闻张家宝陈品珍采访报导 本集完凡啦 请不吝点赞下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可明 这次终于尽头 中间的胡椒 安部还会停止 级标识 咏 打手 就但 有点 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